大家好我是丁超 欢迎收看超理大赢家 今天台北股市是受到美国股市 昨天大涨的影响 所以是开高 那开高是全球的资本市场 同步走洋 那美国股市为什么涨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石油价格大涨 油价大涨 就是这一波的一个石油价格上涨之后 那带动了美国的金融类股 银行类股 或者是美国的一些传统产业股 那这些股票大涨 当然科技股也是有反弹 可是最主要原因是由石油价格所策动的 那石油价格策动之后 我们今天最主要来跟各位谈到 原油的价格上涨之后 那为什么台湾这些挂牌的ETF 包含了原大的SP石油 正二或者是原大SP石油 加上这个接口布兰特油正二 这些股票为什么没有跟上 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 先解读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大涨 美国股市昨天是 我们看这里就知道几乎所有的指数都是大涨 而且涨了不少 那其中这边没有看到罗素两千 罗素两千是小型股 它涨了百分之六 那道琴工业指数 NASDAQ指数都是大涨的 那已经化解了 我们看一下 大概已经化解这一波里面 往下下跌的这种疑虑 那这个指数 我们在昨天在另外 这个运通财经台 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 我昨天就预测 这个股市 美国股市短时间不会跌 而且有可能会创新高 是昨天我在这边 还没有看到这条线 这个K线还没看到 昨天下午在解盘的时候 我就预估美国股市 不是盘整就是创新高 那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收盘价 昨天是开高 几乎是走高 那可是我们看到 礼拜一 今天是礼拜三嘛 礼拜一 美国股市是 开低走高 那上个礼拜四 开低走高 那换句话说 美国股市连续下跌两天之后 它打到了上升的 月经线以后 它有抗跌的效果 它有主跌的效果 而且连续两天 最主要是连续两天 上个礼拜五跟礼拜一 都是开低走高 那如果要灌破的话 如果这个要灌破的话 它不会开低走高 K线也不会收红 那这个表示说多头是表态 不让它往下来跌 这个意思 所以昨天创新高是很正常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费城半 这个费城半导体也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费城半导体 它也是一样 开高走高 那费城半导体 这一波是比较弱势一点 它曾经跌两天之后 然后连续也是一样 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都是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那它曾经跌破了上升的月经线 这一度也是跌破 这里也是跌破 所以这表示它想要再上去 它不想回头 那比较明显的是 这个道琼工业指数 道琼工业指数是上个礼拜 是破线破降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破了颈线 这里是跌破了颈线 而且是放量的跌破 那如果说上个礼拜 它没有上个礼拜五 没有开低走高 或者是礼拜一 没有开低走高的话 那这里可能会跌破这个颈线 形成一个盖头反压 可能会形成一个M头下来 所以这几天来讲的话 等于是我们如果说 按照我们目前的一个看法就是 这个指数是被控制住的 它不想跌 它会利用各种方法 把它扯上去 所以当然就是 有很多的因素 因为你看到美国的市场里面 它是不想 在至少短时间来讲 它不想往下跌下来 所以它就必须用这种方法 用各种消息里面 或是制造各种利多往上来扯 来拉高 那美国的股市既然是已经转 转好的情况之下 而且有可能再走一个持续性的反弹 那台北股市 它保证是一定是这样讲的 一定是这样讲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临近国家的指数 你看德国指数 这个首尾指数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样整理之后开高 到目前为止是 两点钟收盘以后 它也是走高 那你看这个 日经指数 虽然是开高 有点走低 有上引线 可是它也一样是涨的 那这些股票都是同步的 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今天是 开高 三天的一个下跌修正 而且是回测到上升的月线 所以整个形态上来讲的话 几乎跟国际股市同步 那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怎么看这个盘呢 你至少这个盘是 不能看跌的 短时间是不看跌的 那至于会不会 台北股市会不会创新高 创这个高点 10039 当然还要看美国股市 跟另外这档股票的表态 因为这档股票最近是有利空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跌的比较多 那今天又涨非常的少 今天又是开高走低 那昨天是放量跌破了颈线 昨天是比较危险的 是放量跌破颈线 那今天是开高 走低量收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是受到 美国股市的保护 它完全被保护了 不然的话 如果以台北股市 台积电这个走势来讲的话 台北股市 受这档股票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因为它是最主要是因为 华为的一个消息 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美国股市 那它的一个台积电的走势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台积电的ADR 台积电的ADR 其实都还不错 昨天的走势还不错 你看台积电的ADR 它的技术面是比台积电 目前台北股市台积电还好 这个台积电的ADR 昨天也是开高走高 当然前一天是一样是也是大跌 那这边是开高走高 那开高走高以后至少 它的一个高点已经回到了一个月经线的位置 已经到达月经线的位置 可是台积电并没有 台积电还没有 表示台积电它本身 这个地方外资的卖压还是非常的大 你看台积电它的 整个台北股市台积电 它的月线它并没有到 今天的高点并没有到达月经线 大概是这样 所以台北股市目前来讲的话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等台积电转强 那我认为台积电 也不可能大跌下去 为什么因为它虽然是走势比较差 为什么要讲台积电 但是美国股市走势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它没有办法 也没有能力自己往下来灌压 那如果没有这张股票 那台北股市今天会更强 那我们接下来谈到 这最近的一个石油价格 那石油价格现在目前 我们这边是会看到的 我们这边大概可以看到 就是原油的青原油 大概可以只看到青原油的一些报价 那我跟各位来谈到就是 目前 目前这一波 我在大概在4月21号22号那时候 这个是纽约西德州原油 那时候纪念份期货结算 那曾经有出现了负的 37块多的一个负的报价 那那时候的市场认为说 在这个月 这个月就是已经快到了 就4月5月 大概也是在这几天 5月底的时候 那纪念份的原油 西德州原油也是还要再结算 那有一些专家认为说 有可能再出现一个负的油价 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因为他当初有当初有一个条件 因为现货的价格 他是永远不会变负的 可是那是一个期货的一个 对决的一个结算 那期货的一个结算的情况之下 出现了一个负油价 那只是一个例外 他不是一个常态 那自从4月底开始 那时候我就已经跟各位的预告过 石油价格它会形成一个V型的反转 因为它是超跌 从去年跌下跌了七八成之后 造成了超跌 那纽约的一个西德州原油 那时候近月份 我们那时候是结算是另外一个月份 那是近月份表表 是结算之后的下个月 那时候的最低价是10块10.07 那10.07 现在目前已经跑到了33块多了 已经跑到33块多 已经最高价已经是34块 33块多已经34块了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短短几个 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 从10块钱反弹到这里 几乎涨了230% 2.3倍 西德州原油已经涨了2.3倍 三个礼拜时间 所以就是它为什么能够这么会涨 就是一个超卖 一个超跌 就如同之前台北股是从 一万两千点那时候跌下来 一万一千多点那时候 那时候跌下来以后 那跌下来以后到达8523 跌幅跟跌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因此造就了从3月底以后 3月19号 3月19号开始往上反弹 那反弹的时间 那时候速度会非常快的原因在这里 很多的股票那时候是超卖 所以一涨起来都是好几倍 大概是劣势像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石油价格超卖之后 它的一个反弹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如果是以这个 西德州原油现在已经涨了2.3倍 那如果是 北海布兰特原油的话 是从15块9毛9 我讲的是一个最近的期约 已经反弹到今天最高已经是35块 35.67 那35.67就是说已经涨了130% 涨了130% 那我们就要检查 我们要检查说 在台湾挂牌的这些原油 原油的ETF 为什么没有要跟上 我们先看一档股票 比较有跟上的股票 就是这档股票 就是原大的石油 它没有 没有两倍数 它没有乘以2 它是只有一倍而已 所以因为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溢价 溢价比较少 因为它 它的价格跟净值之间的一个 一个差距比较少 因此它比较有跟上 我们看这里 它比较有跟上 这一波来讲的话 涨幅是比较多一点点 到达今天为止 它也是开高走低 但为什么今天开高走低呢 石油的价格一直在涨 它为什么今天开高走低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到了 原大原油的震恶 跟这个接口布兰特油 震恶的影响 那因为这档股票 它现在目前来讲也是收高 我最主要不是在讲这档股票 因为这档股票 它的一个溢价是最少 而且它的一个涨幅 跟一个走势 跟原油的价格 非常的一个类似 最不类似的 就是影响最大 就是这档股票 就是原大原油的震恶 就是两倍数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昨天石油价格大涨 它竟然是开低盘 我们非常看得非常清楚 是开低盘2.73 然后一路往下 因为它已经分盘交易 一路往下灌压到2.06 从2.73到2.06 这个地方的一个跌幅 是相当的大 几乎已经超过了 大概已经有三成 然后从这个2.06 再往上推进到 几乎又是到开盘价附近 所以你看这档股票 它的一个震荡幅度有多大 当然你看起来它是 因为它是分盘交易 但是我们所谓的震荡幅度 就是高低点来看 那它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拉了一个下引线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照理讲这档股票 应该是要直接开高 走高才对 那怎么会变成开低走低 打了一个下引线上来 这是非常清楚 是刻意性的一个压制 刻意性的压盘 那另外一点就是 它在调整它的一个溢价 因为这档股票的溢价比较高 它的净值 跟溢价比起来比较高 所以一直市场 对这档股票 都有非常负面的一个报道 那这档股票 因为这档股票掉下来之后 才会影响到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它的一个 这些这些股票的一个 石油的成分不一样 因为刚才讲到 元代元油是 希德州元油 那这是接口的布兰特元油 这是布兰特油 这另外一种油 就像杜拜油 布兰特油跟希德州元油不一样 那这档股票原本是开高盘 但是也不是开的很高 开6块钱 然后跌下来以后 一直贯压到5块钱 6块到5块就差1块 这个几乎是差了百分之10 还不到百分之20 但是已经百分之15超过 也是这样贯压下来 那贯压下来以后 当然就是沿路 也是一样 这是分盘交易 这是一盘一盘的分盘交易 最后收盘是 收到比 没有收这么低 收到5块6 但是也比昨天更低 那完全是不合理的现象 我们看这里 昨天的一个 布兰特元油也是飙涨 而且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到目前为止 布兰特元油 它是已经反弹到35块6.7 35.67 反弹已经是达到1.3倍 可是像这种石油的 这种两倍数的价格来讲 正常来讲 如果没有 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一个溢价的话 它当然是乘以2 它可以涨到2.6倍 从这个地方涨到2.6倍上来 那问题它为什么 没有办法涨这么多 一定是因为 它有一个转仓的一个费用 加上它是一个溢价的情况之下 那基本上这一档股票 今天能够开低走低 达到5块钱 也是一样受到的 刚才那一档股票 就是元大油正二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受到了波及的意识 那最后是收稿了 那这个价格也是不合理 因为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以布兰特油的 我们做一个观察 因为这边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大概用讲了就可以 这个位置是8.56 就是在大概是在三月份 四月份那时候跌下石油价格 那时候曾经崩盘的时候 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里的价格 原油的价格 那时候布兰特油价格是39.7 那这档股票的一个报价 就是接口布兰特油正二的报价是8.56 那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概就是4月13号的位置 那时候布兰特油价格是36.38 那时候这档股票的报价是7.35 那这个位置是 这个位置已经到5月6号了 这里的报价是32.18 所以你看这边是39 这边是36 这边是32 对不对 那现在目前是35 布兰特油是35 那35照理讲是高过于这个价钱 低过于这个价钱 一点点 因为这是36.38 那现在35.67 所以目前这档股票的价格 如果是他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跟市场的灌压来讲 他应该是介于这里跟这里之间 这里是7.35 这里是6.7 那今天最低是5块钱 那这个价格应该是收盘是在 6.7以上 7.35以下 所以大概是 大概简单算起来 大概应该是7块钱左右 那7块钱 今天最低是5块钱 又差了这个将近的四成 又将近四成 甚至四成快到五成 所以这档股票的价格完全是被低估 那可能很多人认为说 因为他有一个溢价 所以他才不会涨 我跟各位讲 有个非常简单一个道理 任何的东西 尤其是股票价格 股票价格 都是一样都有溢价 因为你看股票的净值 跟他的市价 比起来净值通常 都是低于市价 当然也有一些股票 他的一个竞争力比较少 或者是未来可能有衰退的一个余力 他的净值当然是高过于市价 市场的价格 但是这种股票毕竟比较少 大部分这些股票都是低价格的股票 而且是景气影响 或者是获利在衰退的公司 那如果是像台积电的大力光电 或者是一些高价股票 他们的溢价才高 他们的股票价格跟净值比 那个可能都是不是两三倍可以解释 有可能达到了五倍甚至十倍 股票价格的净值比 那像这种石油价格 我跟各位讲 他一向以来一定会有一些 价格市价高过于净值非常多 那因为前一阵子 这个元大的元油政二 他的市场的负面报导是说 他有点短线来讲 有点太夸张 又是因为他的一个溢价 高达了400%大概就是4倍了 有点太多了 这三点多倍到4倍 那所以市场里面有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他在调整他的一个溢价 让这个溢价不要这么高 不要高达3倍4倍 因此你看到现后的价格在涨 或者是期约价格在涨 为什么这些ETF的涨幅跟涨数 他没有跟上 最主要原因是在这里 但是我认为让他调整之后以后 这些股票 未来涨起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尤其是我们一直在建立会员操作 这个北海 这个是布兰特油 连结北海布兰特油的 JECO JECO布兰特油正二 因为这种股票是属于ETF 所以他是由投信来发行 因为是JECO投信发行 称为JECO布兰特油正二 那这档股票 我认为这种股票下跌的时候 应该是去出现一个买点 那同时我们也是建议我们的会员 但利用今天在大跌的时候 大概在5块钱附近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 做这档股票的一个买进 这种股票 因为他是连结石油价格 以石油价格的上涨的速度 跟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认为原油的价格 还会持续的往上来反弹 那这些ETF当然也就会涨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拜拜 礼财周餐20周年 理财大使选拔 总奖金45万元 报名戒指直到5月20号 详细内容请搜寻理财大使 或影片下方连结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搜寻理财大使